公假的早晨 许多信徒一大早就已经来到 雪州佛光山的东禅寺 庆祝魏赛节 魏赛节不只是佛教徒庆祝的庆典 而这里许多有族同胞也跟佛教徒 一起庆祝魏赛节 御佛仪式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虽然人潮不少 但是现场民众都相当守秩序 耐心等待进行御佛仪式 在这神圣的日子 民众除了祈求健康平安 也希望国家能变得更美好 就很安乐咯 就祝世界和平咯 大家快乐 开心咯 有什么心愿吗 心愿吗 祝佛家平安 身体健康就好了 小孩子开心咯 最开心就是小孩子咯 小孩子身体健康最重要咯 平平安安 其实已经有几次了 但在沙特节是我的第一次 出席仪式的 瓜拉冷月万金区中医员刘永山透露 东禅寺已经成为一个名叫幸福村的工委会 他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任嘉隆当地的人文气息 不只是硬体设备而已 还包括刚才我想到的宗教文化人文等等 这些都对提升整个人家新村的文化气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东禅寺魏赛节活动的现场 除了玉佛诵经还有素食义卖会 以及玉林祈福等仪式 让三玉的信众度过愉悦的一天 NTV7陈伟伦采访报道